两个人这个本身都是二婚 是吧 本身之间还有那么多矛盾 怎么样化解矛盾 这个孩子是最好的纽带 当然要孩子时机我们可以说 但是要我觉得是一定得要 这个如果不要 我觉得将来可能还会 在很多问题上传来着去 另外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坏事 所以说时间可以考虑 但是要不要这个问题 一定得下考军就得要 我说一句 我请问这个家到底是谁的 不应该是两个年轻人的吗 为什么婆婆才是这个家 幸福的关键 而不是两个人的感情呢 再说了 这孩要不要凭啥就必须得要 要了对于目前为止 他们小两个 我觉得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经济上经济上 然后平时时间也没时间 咋了要个孩的感情 就一定能好 那我们的养老从中 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手里攒着钱 未来找一个好的疗养院 我们活不下去吗 我们老了以后没人管吗 其实不是的 所以瑶瑶觉得 要孩儿可能才过不好 是吧 我觉得真的是 生孩子这件事情 是在愉悦的情况下 你请我愿 两相请愿的 这是开心下来 我们的爱情结晶 但是 如果我们自己想要 和你逼着要 而且必须有一个男女 你还得给我挑着要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不是问题 但是我们怎么样 才是根本 特别认同刚才段老师 所说的 要与不要 好与不好 冷暖 自知 时机很重要 今天这一家人 一开始是婆媳 又说到了关于孩子 又说到了关于两个女儿 又说到了关于母子之间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就事论事 根本就无法解决 怎么样让他们 能够在同一个赛道里面 能找到那个相处的方法 这个其他事情 全部都都因人而解 这都是问题 可是就这都是问题的问题 这一家不是坐在这儿吗 这两口子 不是坐在这儿拉着手吗 这老太太不是坐在这儿 是希望对方好吗 他们还在这儿 今天聊了一个话 这两口子刚才 拉着手说话那一幕 你开心不开心 是吧 虽说是跟你吵蛋 人家俩拉着手呢 这不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人家俩知冷知热 互相能够心理 念想着这不就是咱 当老人心里最大的慰藉吗 是 所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不一定呢 好吗 李女士 好 婆媳之间的事情 家庭之间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李女士 你还打了 为孩子操一辈子心了 多出去转转走走 对 两位 不 三位 在你们右手边有个红色的按钮 稍后 如果你们觉得能够和对面的人一起携手 共同走向幸福 在未来 我倒数完五个数拍下右边的按钮 如果觉得不行 五个数之后起身 离开 两种选择 五秒钟时间考虑 两种生活态度 请转身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小王 你们来的沉溺还有很多 挑战还有很多 想想那个最难的题 人生还有很多这样的题 交给你 是 去拉着妈妈的手 我多说一句 小王 我多说一句 你没给妈妈洗过脚 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你可是给媳妇洗过脚的 去吧 不是 我洗不洗脚 我洗 只要我劝你安心不合 我给你们洗 我洗手 我不需要你也要洗脚 只要是他们要洗脚 我也要洗 我洗脚 洗脚 洗脚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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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谢谢 没事 应该的 是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